您好 欢迎收看6月23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肖家慧 交通部长林佳龙到访台东 与县长前往鸾山国小视察步步共城的计划 县长期盼中央能够持续协助县府 让步步共城计划可以推广到更多有需要的偏向地区 司机协助学生进行首部消毒后 依序安排上车 这可是为了因应台东偏乡地区而生的 在地多元车辆共享运输服务 步步共城计划 台东因为幅员辽阔 许多部落交通十分不便 严平湘在县府与中央的协助之下 设立步步共城 再送部落内学童上下课以及长辈就一等服务 23号县长特地陪同交通部长林佳龙 到访严平鸾山国小视察 并希望中央可以持续支持这项计划 真的非常感谢步步共城 那目前我们台东县有严平湘非常地成功 在步步共城的部分 我们也很想推到其他的乡镇 我们希望也能够跟 步步共城能够跟幸福八市同时来做 所以步步共城是更机动性 更机动性地来服务我们的乡亲 那让我们最后一礼路 也就是交通部这份爱心跟这个经费 能够真正最后一礼路传达到台东县的每一个乡亲的手上 那我觉得这也是政府想做的 那县政府跟相公所这边就来协助把这样子一件美好的事情 让它真正落实到每一个需要的乡亲身上 另外陪同的立委刘昭豪也表示 会在相关法规及经费上持续独处中央 我们会在立法院来支持 也来继续的来部长来推动这个政策 所以我们继续推动 让我们台东不只是有好山好水适合居住 而且我们让每一个年龄阶层的人 他都可以非常自由自在地 能够到达台东的每个地方 对此部长林嘉隆指出 交通就是要以人为本 后来也会协助寻找经费来支持 瀑布共存的计划 我们交通部 比如说我们这次帮忙航空业的纾困 那里面有一个条文 就是他们要做公益回馈 我就特别有跟华航长龙还有新宇 有拜托 他们也很乐意来配合 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公益回馈 投入到瀑布共存 另外像交通部所属的事业单位 有包括像中华电信 中华邮政 还有陆海空 有非常多的这些事业单位 我也希望说从交通部来做起 来支持瀑布共存所需要的经费 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合作 发展更加贴近部落居民的交通服务 落实偏乡地区的交通运输公平性 借陈基林 眼评相报道